您能力量成就生活的美学 大家好 这是学校所的阿谷老师 aka 情形店的阿谷塞工 大家好 我是冰尼老师 今天我们为了为大家解惑 其实明年到底会不会比今年来得更平顺 还是会更动荡 那是蛮多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自己的学生 或者是来的顾客 也都会对于接下来的运势 我是不是要进入新的职业 我是不是要转换跑道 还是我接下来 要去做一个新的工作 是适合我明年的这个安排吗 那大家都会想要对于明年的期望 有一些新的期待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明年会有什么样的运势 那你觉得明年在整个命盘 或者是说新盘看起来的话 明年的运势会比今年来的更稳定 还是说有更多不一样的波动 会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生活上 我自己个人认为 如果以紫薇盘来讲的话 看个性 如果你本身是不喜欢变动 希望一切能够更加平顺的话 明年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 就是也就是说工作 他可能不会自然而然就变好了 对明年大概是一个 很多老师都有在讲 我相信大家稍微有了解一些命理 对紫薇盘把自己有一些了解的话 大家会知道 我觉得明年还是一个水目相生的一个年份 那破均化路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想要改变有这种开创的精神创业 其实是一个成效不错的一年 也会有很多发展的机会 但如果你再就我的工作已经被压榨到 我不行 你期望老板良心发现 突然给你加薪可能有点难 所以就是说 如果他在原本安逸生活上 比如说我想要不要再变动了 让我就这样下去吧 或者是说我想要有个一流永逸的方法时 可能对他来讲 明年就会相当的煎熬 可是如果是适应的 就是说 接下来我准备要面临各种挑战 或者是我在 我已经知道说 我现在正在挑战中 我也知道要熬下去的时候 可能反而他会更加的能顺应这个感觉 对吗 我觉得经过疫情的前两三年 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可能 有些人他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可能在等待一个契机 然后想要自己出来创业 或者自由职业者 包括现在很多的就是KOL 然后YouTuber 然后或者是有些也从事电商 这些都开始在尝试不同的行业跟转型 去年我明年 我相信是一个蛮多契机和商机的一年 而且经过这两年 你也会发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许你们可以一起来有一些合作 这样我觉得会蛮适合的 包括平台类的工作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原来都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期待 我们会怎么样的来带大家看一下 明年的运势 以及我们将推出什么样的商品 来为大家做一个解惑 让你明年可以走得更顺遂 好那这样说完 可能大家应该会蛮想知道2023年 会是怎样的一年 那你可以用雷诺曼 来给大家大致的担补一下 描述一下2023大概会是怎样的一年 可以分上半年和下半年吗 好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雷诺曼牌 大家顺便介绍一下就是 以防有一些第一次见到我的观众朋友 这是我在2022年所自己创作的前世纪 雷诺曼卡片 那如果有想要添购的朋友 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购买连结 那接下来用这幅雷诺曼牌 来为大家做一下 明年年运上半年跟下半年的整体运势 其实在抽起来 还有在感觉这个能量的上面 总是会觉得有一点 上半年好像还是会偏苦涩 或者是说 比较没办法有很大的情形感 我觉得我已经苦了很久了 那我觉得可能还有半年要苦一下下 因为我觉得抽这个能量 就能感觉到大概是前生单牌 抽起来就是 我可能会觉得比较沉重一点点 或者是下半年应该看起来 总觉得在这能量上面也会有一些 不能说顺畅 可是我觉得会有一种相对感 那种相对感就是 原本可能觉得很不好了 会不会再低谷了 后来也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低谷感 然后反而有一种求生了 或者是说觉得 可以松一口气的感觉了 在整个这个运势上面看起来 各位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雷诺曼卡在这边为大家做2023年的推运 它的上半年跟下半年 以及它整个主能量的一个状态为何 这边其实蛮明显能看到 明年的上半年 大家可能会有感受到 就是有一个新的感觉要出发 或者觉得有一些事情要做 但这个做起来会有一些 感觉我要累积很多学习时间 或者是我好像要得从头再做起的感觉 那很明显的大家可能在上半年会感受到 我需要被时间给追赶着 我需要有更多的学习要来补充 或者是有一种 我应该要从头打起基础的感觉 会在上半年 而且也会让你们觉得比较沉重 或者在压力上面也会偏大 那这种状态我觉得它不是延续 对2022年所带来的感受 话比较像是说 你已经到现在才真正的适应新的时代到来 那明年的上半年 对于你们来讲 就会感觉到 新时代我总算是认清这个事实了 或者是我总算得为这个状态付出一点责任了 甚至我可以把时间重新来安排和规划 那在中间这边镰刀 新运草跟房子也能看到 在整个年的中旬中段的部分 大家会蛮多的一些快速的转换期 或者是一些换运 还有调整整个状态完成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这边可能在中旬大概五六七月的部分 我这边能蛮明确的看到 可能会有一个蛮大的事件做翻转 而且这个事件我觉得可能不来自于 你原本的产业或体系 我觉得可能是大环境的能量 或者是可能全球的一些变动 政策上面的变动 或者是说某一种产业链的袭击 我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货币的跌涨 或者是说跟国家间有意见不合的事情 需要分割一些利益 或者各取所需 在这样的一个中间能看到蛮明确的 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看到房子看到信仪草前面看一把镰刀 我还以为房价要跌了 其实这蛮明确的 其实房价跌也是一个能量在这个上面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房价要跌 它可能不会是一个小事情 比如说不会是政府大方 或者是再次计出新的房贷政策 进而导致房价下跌 那肯定会是一种比如说股市下跌 或者是说因为有一些国家可能有纷争 或者是我们可能台海关系有一些状况 而导致大家会对于这个状况要重新调整制度 或者大家对于现在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 会有一些不同的颠覆感 这会来到中旬 那这边可以看得出会有战争吗 其实这边看起来蛮明显的话 我觉得能量上看起来不太那么像战争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会有经济战 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政治压迫 那进而导致会让你们的 我这种感觉看起来 镰刀幸运草控房之后 我说了有收割利益的感觉 也许会有进出口 然后我开始不出口给你们了 或者是说你要出口的东西 我决定不收了 你就自己去收下你原本的东西吧 这蛮明确有这样的能量 最近的新闻好像就已经有了 关于水产海产的部分 其实就是蛮像这样的 会延续到明年的中旬 而且明年中旬如果现在只是在进入 开始期或是准备调整期 明年的中旬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动 简单来讲会正式的不再供应 或者是说不再提供出口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产业就会比较受到冲击这样 甚至我觉得会是影响到 整体的股市类或经济类的动荡 都会在中旬比较多 但是看起来也会有一种 看下我们看到最后的下半年的部分 跟最后一季的部分 所以在2023年的第三旬 就是一种既然都已经这样子了 那我不做也没有办法了 或者是说我就只好闯闯吧 试试看吧 所以反而大家会觉得 你是一种新时候的安定 不是一种新希望的往前行的感觉 这就是明年2023年我在看整体运势上面的状态 那可以理解为像现在你可能怕做错决定 就是我可能把我 我会不会就是现在提早离开现有的产业 会不会后面的产业变更好 我就会遗憾嘛 那如果到你说的就比较到年尾的时候 就反正是确定原有的产业不OK了 我也不会遗憾了 所以就走的可以比较洒脱一点 对或者会觉得就是 这个已经不是这个产业链上面 然后不同的公司所谓的经营方向 不一样的感觉了 而是这一条产业链的整体运势就是下降了 所以我势必得跳一个行业 或者是举个例子 那种感觉就像是半桃底产业已经逐渐萎 所以大家就会转到新的一种产业链去 但是这个产业它已经是整体下降 不是你换公司的问题了 所以总算这个从疫情到现在 算是有一个最终的ending了 可是这也是到明年的第三旬才有的状态 所以上半年大家还是得苦一阵子的感觉 还是要再观察嘛 正确底定的话应该是明年的中旬 所以如果现在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一些重大决定 或者是你们很想要做一些 跟原本不同的改变的话 我会建议你们可以观察到 4月5月的时候 然后等整个局面稳定下来 或者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跟指标 你们再来做所谓的行动或改变 这会让你们觉得行动起来更安心 或者你会发现明年跟你想的真的不一样 那会来不及吗 只能说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然后明年就是翻脚过后 你被迫而放弃你原本的产业师 你可能会有一些觉得很不适的感觉 或者是我觉得天哪我的人生可能全没了 或者是你现在才跟我说会改变 那我怎么办 我一辈子都用来学这个技术 你要我换什么新产业 这就是2023年的 所以你才建议在上半年的时候 建议学习一个第二专场之类 或者去了解一下副业之类的 会比较好 是的是的 蛮推荐给观众朋友们的 那讲解我年龙漫部分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 灵魂翻译专场的 Fanny老师为我们来用那个排卡看一下 2023年在整个灵魂讯息上面的能量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好吗 好那我们看一下 宇宙在2023年要给我们的讯息会是什么呢 哇宇宙给的讯息感觉就很辽阔 会不会宇宙后来给的讯息就说 好这边是天使要给我们的一些祝福 好以及我们在2023年可能会经历的一些事情 好在这边我还是会 我没有分上半年跟下半年 我主要是会讲一个主能量 在这边看到的是 我觉得在最后阶段了 因为这一张排卡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算是一个暗夜 暗夜的关系 但其实其实前面不远就是要靠暗了 可是我们依稀的跟着月光在走 所以因为船比较小啦 所以会有一种 一个风浪过来的话我们就会随时被影响跟摇晃 我觉得那也很像我们的内心就是忍不住的跟着外界的声音 会有一些担忍 但无论怎样好消息就是我们在明年中将会考案 好所以这一段就是让人惶恐不安的 旅程中将会结束就是我觉得算是黎明前的黑暗 所以无论怎样 这边天使给的祝福也是就是 请不要停下来 因为你现在还在就是入途当中 就是还在海面 那会建议就是无论你现在在做什么 不要放弃要继续的做下去 那我也知道大家都会觉得不确定现在做的事情 会不会对未来有帮助以及对未来有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这个面我觉得那是上天要给我们考验 我们内心坚强的一个灵魂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是内心力量坚强跟强大的人会得到祝福 所以我觉得信念还蛮重要的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信仰或者信念 其实是可以请求你的守护神指导灵 或者是有缘的这个神明 给你内心的一个力量 让你无论如何相信一切都会更好 一切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我们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很鸡汤 确实是这样在明年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看似 很可怕的消息 以及看似对未来没有希望的消息 那请大家一定不要被这个恐惧所打败 觉得人生没有希望 真的就是在考验很多时候圣经里面 很多预言的故事也是在说你这个时候你愿意相信内心的神吗 你愿意坚持到最后吗 然后也就是在明年的也是最尾端的阶段 那些能够经历考验的人最后他会拿起自己的权杖 然后找回自己的力量 其实其实也算是一个跟成功跟好的结果有关的 当然这个好结果确实因为他是权杖器 不会来的太轻松 就是你能不能撑到最后还有力量最后一战 我觉得是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扳回你前三年所有的 觉得让自己失望跟沮丧 你的付出可能最终都会得到回报 那这边我想要为观众朋友提问一下 因为有一些朋友们其实还蛮常跟我提问到了 我现在再来底定目标跟方向来得及吗 来得及 来得及 但是我也会建议你去总结这三年到底是要让你知道什么 所以在底定目标之前请回顾 回顾从疫情以来 他是不是有多次才提醒你同样的讯息 去确定内心的这个方向 他只是为了让你找到更美好的自己而来 那如果他是一个死猪无怕滚水烫的心态 我知道这个工作很烂我很不舒服 可是我也没有得选 因此我觉得下定决心 我就是继续忍下去了 用这样的心态也可以吗 他不会来看我们节目啊 因为他们有要改变 他不会想要看我们节目不是吗 想要来的是 我相信他是确定他内心的声音是不是对的 他想要被支持嘛 所以我觉得会一直追踪我们频道 或者有看过我的影片的同学 我觉得他们应该懂我在讲什么 对了解 然后他的剧情的部分 确实在明年会有一点煎熬 这个煎熬并不是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the world他在这边逆味了 就是有一个大家会有一种我已经撑了这么久了 怎么还要撑下去的感觉 他的那个煎熬来自于动弹不得 就是不动完全不动 你也不知道会更差还是更好 所以我觉得在尤其是大概就像你刚刚讲 时间点是差不多对应到的 大概四五六月期间 你会觉得一切都没有要变的样子 我觉得我们想想看就是那个感觉很像隔离的状态 永远不会结束的感觉 每天都没有办法清明 然后你因为没有办法清明 你又不可能出门那种感觉 他就是会有一种煎熬 你就觉得这个公司好像要倒了 又没有要倒 然后但是你说要好好做 看起来老板又没有什么心 然后一笔订单呢 又没有说要给你退订 就一直给你延期 货款呢也不结 就像做不完了核酸检测一样吗 不确定 但是大概都是这样 很多东西呢 就是也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也没有给你 就是你也不能说不做 就是有点赌运气的感觉 你就是耻撑着 所以前面在前期四五六月的部分 都有一种这种停滞的能量 你会觉得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很像一种深陷泥沼之中 但是我爬不出来 却也没有沉得下去 应该是我不确定我到底要不要爬 这个时候爬是 这个人到底是我的贵帘还是我的小人 他是要拉我上去还是骗我 就是放弃我的精英财宝 可能会跑去柬埔寨也不一定 对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确定 那在这边的时候 然后就是第二张牌 他是一个浅壁山 真的就是刚刚讲的 其实他蛮符合今年的这个贪狼化季 就是会有很多人 他都好像在跟你谈合作 但是你有没有那一双会员 去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来骗你 还是他是你的鬼人 所以真的就是靠之前的经验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们真的决定不了不妨占卜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或者问一下有缘的神明去庙里做出 我都觉得来找我都是贵人 但是真的明年会危险 因为你可能所剩的资产不多 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失败的一个成本了 所以明年我觉得尤其在月中的时候 因为可能前面的机会很多流失掉 你会比较急 所以很多人跟你说做我们这行很好 做我们这个会赚钱 你都每一个都想去透 然后每一个都想做 可是是一种孤足一职的感觉 对不对 很有机会 你又很怕你很怕错过这个机会 可是今天他是龙蛇混杂 然后真的就是有点危险 然后第三张牌也是一个 就是国王牌的一个逆威 其实很多道理我们都会懂 就是因为经历了前面 反而就觉得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 它跟上面的牌合起来 就是我们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 可能会有想放弃的念头 虽然我人生就是这么烂 不要做了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有信仰的 就是坚定自己的信仰 维持自己的信仰 然后要建立自己内在的一个智慧 我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 我很想讲一些很接地气的牌 可是所有的牌面都在显示 当然看我们频道的大家本身 就可能有接触一些神秘学会灵性 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不是你用肉眼可以看到 我觉得接下来的走向 可能真的要靠第三眼 真的是一些感受上的 或者是说在感觉上 我需要去更多的敏锐 或是我需要一个指引的声音 或者是肯定内心 我现在在行动上面我想要被支持 可不可以宇宙给我更多的讯号 让我知道我该我这样做对吗 支持我的那种感觉 对真的是无形的能量 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夜果报 蛮明显的一个年份 尤其在明年的下半年 那像不像用业力回归的感觉 有人可能就是一飞冲天了 只要对方向很重要 我觉得 那以上就是我们用联络曼推演 来看看2023年的整体运势 以及飞音老师使用宇宙讯息 然后天使的指引 以及排卡推演的方式 来看2023年的运势 还有大家能量上面 和感受上面的一些解惑 还有让你们知道 我明年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以及该怎么样的一个行动 那我觉得应该观众朋友们 在听完这样的一些讯息 或者是指引之后 应该还是会感到有一些部分的疑惑 那所以我们进去研究所 这一次就推出了 2023年的连玉大蓝图 其实我们从2022年 都开始做这个大蓝图了 应该其实从更早 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做 只是越来越多旧的 像我们旧的客人会回来 那所以说我们就会沿用 每一年都有做 然后也会算是节远 它的数量是比较有限 就是以一种节远的方式 推播给喜欢我们的观众 那我们今年只有准备几份给大家 我目前所剩没有很多 大概还有十几份这样 天哪 还有十几份我觉得压力有点大了 最近已经有被预定完了 那可不可以请沛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连玉大蓝图 还有这个蓝图书里面 会给大家介绍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好吗 依照我们的习惯就是这个已经是我们改到 大家最喜欢的版本了 就是他在一开始的部分 会是就是以每一位老师 他总共会结合了三位老师 那有我和谢阎谷老师 还有Nimo老师 会为大家完成这一整年的运势都会写在里面 那谢阎谷老师的部分 就是会把每一个月每一季 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剧情 帮你完整的推演 当然这里面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你在每一个月会经历什么事件 或者什么感情 或者运势的主要能量是什么 以及帮你趋吉避凶 就是会告诉你这个人的来意以及意图 他谢阎谷老师比较擅长的是 外在环境的一个推演 就是我们比较通常比较喜欢听的运势 那以我的话我会有两个选择 如果是像刚才喜欢做灵魂翻译的话 那我比较会推演的是 就是你的灵魂在这个年度里面 为你安排了哪些事情 而你自己想要什么 因为我的那个固定的客户 或者是同学会喜欢我风格的 他大家都比较想问的是 我为什么不快乐 比如说我有钱 我也有家人 然后我什么都好 但是我为什么不快乐 通常这个时候就是灵魂 他没有找到自己该有的一个热情 所以我会帮你去翻译说 你这样2023年你的灵魂为你准备了哪些攻略 旅程以及你的人生蓝图应该是什么 那他原本帮你编写好的剧情应该是怎样 像刚才一样 你的阶段是怎样 然后以及天使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指引你 那我会给你一些暗号 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事件 那他就是要你做什么 很明确的会告诉你这个方向就是你要的 即使你的头脑不能理解 但你走过去就对了 回头你会很开心 你要怎样会获得快乐 以及以你目前的状况 就是剧情会怎么走 那你当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 你的家人会高兴吗 还是会阻止呢 那你的领导你的上司 他们有没有能够接受你做这样的选择和决定呢 那我我会帮你去做一个分析 因为很多人很害怕的是 如果我去改变了以后 我的家人能不能接受 我真的可以做自己吗 做自己会不会带来生活很严重的变动 那这边会帮你做做一个这样一系列的推演跟分析 以及给你一些方式和建议 那避免生活带来太大的 因为自己想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带来太大的动荡 那我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可以用指挥推运的方式 看你的本命盘及十年大运 再着重强调一下明年要注意的事情 会帮你分析这个破均化路 以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明年是破居因摊 那居门化群 然后太阴化科以及贪囊化剂在你的哪几个工位 对于你的本命盘的话会对你造成哪些影响 可以二选一 那尼姆老师的话 大家也知道尼姆老师非常擅长玛雅盘的解读 以及卡巴拉能量的一个解读 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在接下来的时候你的情绪的走向 以及你的能量什么时候会高 什么时候会低 那你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什么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或者是补齐自己的运势 尼姆老师的话比较会评估你自己的运势 现在是在高点还是低点 那适合做些什么来改善自己的运势 以及让自己眼前的难关 有没有机会加速的去做度过 所以一位是看外在的环境 一个是看内在的一个抉择 然后尼姆老师是看你如何趋吉避凶 他比较偏神秘学的部分帮助你快速的走到 也就是说不好的运势我们快快走 好的运势我们慢慢过 帮你完整2023年的一整年 那在2022年的大家其实收到大蓝图 其实给我们都回馈的 像是有一些人是说 我说他会在7月份遇到一个心理的对象 然后那个人整个长得有点像吴康人之类的 后来他好像在刚刚好就7月20日的时候 跟我传照片说我认识了一个新的男生 他如何如何 然后跟你形容得像不像 然后一直来跑来跟我验证 然后我记得还有蛮多同学 是我可能说家里会出一个重大事件 像是可能家里有人会有一些状态 还需要他们回家调整 或者是有资金的困难 然后需要你去抽搐 那个时候他也跟我讲说 怎么可能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偏偏在那个月份的时候就说 太可怕了被我讲中了这个感觉 那边老师有没有2022年的回馈 然后比较特别有讲中的事情 有回馈给你的 可是我印象蛮深的 就是那个我们把Miko老师沾的那个 就是你之前有说他可能会有商品在成品 可是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出书 以及出牌卡的计划 然后你说到的月份是10月 有一天我刚好跟Miko老师去逛街 逛到成品的时候拿起那本书 突然想到说大安土说10月有商品会在成品 那个时候我还跟他讲说会不会是蜡烛还是什么 我那时候眼界还很小 我以为是特殊展区 然后Miko刚好参加这个特展 然后才摆了商品在那边 没有错 连月份都是一模一样 真的是蛮特别的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想体验一下这种 被预言到了的感觉的话 真的蛮推荐可以来购买我们的 那个2023年运势大安土的 我觉得是结缘 如果你有回应 你确实现在在人生的很不安 很惶恐以及要有一大笔的资金 或者是在人生中你想要做一个比较重要的抉择的话 可能这一份蓝图比较适合你 那我们也不用说所有人嘛 就是你觉得这一份真的是你有缘看到 那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结缘 因为我们的人力还是比较有限 对可能就是算太多会觉得想偶突 就是工作量真的有限 就算到后面都会有一种好像害喜的感觉 我是不会我觉得 我觉得就让给有缘的同学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这本蓝图书里面都会蕴含了所有资料 对不对 然后你都可以比对 在接下来年底的时候我们推出的2023年年运大蓝图 如果有喜欢的观众朋友的话 现在的购价算有限 当时9600元 所以如果想要来做这个解读书 来了解你明年代应该怎么运作的话 请大家不要浪费时间 或者是不要让自己觉得这抉择说太疑惑 如果说至少有一个指引 或者是我知道该怎么行动的话 你会觉得更加安心感 对如果尤其是要创业的各位什么时候理解 什么时候创业 然后创哪个行业 要不要跟人合作还是自己合作 要准备自己多少资金 大概这个运转要几个月之后才可以回收这个成本 用这样一份大蓝图是完全可以帮大家做一个估算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2023年的一个运势推演 以及我们的剧情和能量的状态会违和的一个分析以及分享 然后也介绍了我们的2023年的运营大蓝图的一个推广给大家 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再跟观众朋友做个提醒 以及就是告诉大家的呢 我觉得就是倾听自己的内心 如果你真的感受不舒服的话 你不需要骗自己 但如果你应该相信内在的声音 它会带你去到更美好的地方 一切的动荡只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未来 不要被外界的恐惧的言论给吓到 我觉得最近的言论真的很多是很可怕的 但是我相信世界会越来越美好 好谢谢菲莉老师 也谢谢观众朋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们 那让我们追究所可以推广到更多人了解到自己的生命 议题到自己的课题以及知道下一步的方向 以及灵魂的方向到底该为何 那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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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